基因编辑婴儿,非人非马非牛非猪贺建奎自豪背后深层原因,图说,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日前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后,有研究指出贺建奎使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后果严重。 非人非马非牛非猪中国的生命伦理学专家翟小梅表示,有国外实验室已经声明不再招收中国该领域学生有医学背景的实事评论员阐述基因编辑婴儿的后果,太可怕了中共摧毁了中国医学界伦理道德。 所以贺建奎才敢这么做旅居加拿大学者文昭分析基因改造继续下去,人性将被摧毁,就是王天下编辑技术托把率,较高非人非马非牛非猪研究指出,贺建奎使用的CRISPRCO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托把率较高。 英国自然生物科技期刊,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英国基因组研究机构维康信托基金会,桑格研究院,Welcom Trust Center Institute,布拉德雷等人的一项研究指出,CRISPRCOS9会在把点附近引起脱氧和糖核酸,DNA删除或虫排,结果比先前预期的严重上述研究, 指出对小鼠和人类的实验室细胞系研究发现,除了已知的伴随DNA双链断裂修复,发生的小规模,DNA错误YCR,RSPRCOS9技术还可能在把点附近,导致大规模的DNA删除在部分情况下,甚至引起复杂的DNA重排,导致临近基因或调控序列受到影响,并改变细胞功能。 文章说如果后代的基因重排后果,可能是龙不生龙凤不生凤,也可能是后代变成比科学怪人,还要奇怪和厉害的怪物。 这就是基因编辑后的嵌合体问题,及不同的基因嵌合形成非人非马非牛非猪的生物。 有国外生物实验室声明,不再招收中国该领域学生网友Eric Vonshan表示,中国百余科学家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嵌儿,此项技术早就有无任何创新。 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因为托把的不确定性,巨大风险和伦理约束机果领先世界的招数一靠偷,二靠抢三靠突破底线丧天良。 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生命伦理学专家翟小梅,谈基因编辑嵌儿事件极大的丑闻。 有国外实验室称,不再招收中国该领域学生,终表示11月27日,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翟小梅接受采访时说, 我已经收到了很多邮件,很多正在申请国外生物实验室的年轻学者都被告知,应该尽早另行踏路了。 因为这些实验室,不会再招收在这个领域的中国学生了,为什么贺建奎对基因编辑嵌儿,感到骄傲面对中外科学家的猛烈抨击和国际国内的禁令贺建奎对他的研究成果,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慧相反。 他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基因编辑大会上,称,他为此感到骄傲这是为什么?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陈克江的文章分析贺建奎从事的世界首创,研究与中共在科技领域竭力争世界第一的目标完全一致,根据上述医学伦理审查申请书,开展此项基因编辑项目的目标是,建立基因手术治疗行业的质量控制标准, 占领整个基因编辑相关治疗技术门槛的制高点。 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共近年推出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标准2035计划被认为是企图在全世界夺取尖端科技领域的主导权,并由中共制定行业标准贺建奎积极 最响应中共号召,占到了世界基因编辑的最显言,他能不骄傲吗? 作为中共战略科学家,贺建奎从事的创世界第一的研究绝不可能自掏腰包,秘密进行贺建奎说, 我和科学界接触过我和冷泉港、伯克利以及一个亚洲会议谈过,我征求过他们的反馈,然后我进入临床试验开始这个项目之前,我是一个大学教授。 三年前我开始这方面,研究当时是由大学支付工资,病人的医疗开支是由我自己支付测序过程的一些费用,是由大学里的初创公司资助,而且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与他旗下的公司可能有直接关系。 据中共财政部所设的企业信用信息,工商征信查寻平台天眼查的数据,贺建奎至少是七家公司的股东,六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是其中五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七家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 贺建奎说病人的医疗开支是由我自己支付这笔钱,来自哪里很可能来自他的公司。 贺建奎不仅是一个战略科学家,还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企业家科学家加企业家,双妙成功人士让他自信满满,这正是他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 仍然老子天下第一的重要原因基因改造继续下去,王天下了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文昭,在他的YouTube谈古论基因自媒体解析,基因改造不可逆一个世纪之后,带有改造基因特征的人群可能成千上万。 那你发现有问题请问怎么办?煤电厂可以关掉,锅炉可以拆掉,水坝可以炸掉这成千上万人,你把他们全都杀掉吗?把他们全都强制绝育不准他们生育吗?那人类社会的人性都被摧毁了。 那就是个禽兽的群体,不是人类社会。 真是王天下了文昭表示,基因改造这事,涉及到一个当事人知情权,同意权的问题。 西方国家反对胚胎基因改造的伦理基础,和反对堕胎是一致的。 他不仅关系到出生的婴儿本人,还关系到他未来的家庭,他的下一代,需要有他本人的同意不能是父母,医生代替他做这个决定。 而他还是个胚胎,自我意识都没有呢,也没可能做决定。 所以就得禁止对人类胚胎做基因改造。 文昭指出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 你拥有了这种能力,也就能改动人类另一些基本的生命特征。 所以基因改造这种事在宗教信仰群体,和传统派人士,那里,都是个高度禁忌的话题。 这种观点,也被传导到了医学界内部文昭,认为贺建奎惹麻烦的方式,是因为他也玩自媒体,在YouTube发了自拍视频。 而且就是故意在国际同行面前悬摆,用英文来说,所以第一时间,引发了国际国行的炸锅。 说,我不得不做一个恶意的揣测,那就是他的目标,就是国际市场。 他希望那些想把基因改造,当作一个治疗方法的人,又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 在本国做不了,可以来联系他贺建奎可以来中国做。 这就好像那些等待细观移植的人在本国排不上队,于是就到中国来做移植手术一样。 经过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中国对基因改造人体试验的监管近乎虚设。 贺建奎为什么敢这样做,那恒河,表示中共统治中国以后强制性的推行无神论。 对神没有敬畏之心中共彻底的唯物主义论,他不会把人当成是傻到的。 同样他对人,也没有丝毫的尊重,也没有中国传统文化。 中人,是万物之灵的这个概念,恒河认为西方的医学伦理认为人是神,造的而中共所有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 事实上中共的医学教育,根本就没有伦理教育它,只有党性教育在实践中。 中共实行那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即近十几年对法轮功学人和其他人的活摘器官而发展出来的移植行业,这些都是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医学界与伦理道德恒河。 说,此外中共在所有的领域率先不守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使得各行各业都钻法律的空子对法律视而不见。 只要你跟随中共有没有法律都所谓。 乐恒河认为在这个案例当中,这是全世界第一例,它已突破了国内外所有的伦理道德和国际的协定。 它只是有一个低级别的,国际上没有知名度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就可以了这太随便了,这就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所有的约束条件都没有了对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实验。 恒河表示因此第一例违反人类伦理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在中国也就不奇怪了。 阿波罗特约评论员王笃然,分析共产党要搞一个基因突破,实际上这个事情,不只是贺建奎一个团队,在做应该不是他私人一个人在做。 只是他自己出来炫耀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有这么强烈反响之后中共和他切割,和他划清界限。 阿波罗网页静函综合报道。